大家好 那么在还没有分享神话语之前 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要和大家分享 那么有位 年轻人 帅哥不比我帅 他打算呢 就去 出播旅游几天 所以就带了许多的心灵 所以打算呢就做个戏 去火车站 那么他就拿着他的行李 准备去搭DX了 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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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来了 那么他就问个DX安哥说 DX安哥请问 从这里坐DX去到火车站 你的收费 是多少 那么这个安哥就说 哦其实呢 才10块钱而已 好 很便宜 那么这个年轻人就问说 那么我的行李怎么样算呢 这么多 然后这个安哥就说 免费了 免费帮你帮你再去 那么这个年轻人 就把他全部的行李 搬进去DX里面了 放进车厢里面 然后他就跟那个DX车说 安哥啊 帮帮忙把我的行李再去火车站 我自己能走不去可以的 我自己走去的 好 省10块钱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年轻人啊 他要去火车站 却不愿意付上代价 他想要做DX 不愿意付上代价 然后有时候 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我们想要 更是上帝 更得到上帝的祝福 但是 我们没有 完全付上代价 我们不想付上代价 所以 当我们开口说 耶稣是我的神 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 其实 就是代表我们愿意跟从他 我们就要准备自己付上代价 当我们会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的时候 我们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OK 比如说你们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真基督徒 什么是真基督徒 就是说 你认真地去做基督徒的本分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要浪费 你信主的这个年日 当你信主的那个年日开始 哇你真的是很大 给信主的人会越来 越成功 也会越来越认识神 然后 越来越得到祝福 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去做 就是上帝的原则 是上帝的原则 不能够改变 我们跟从他 我们就是准备付上代价 那么我们要准备付上代价 就是 奉献 大家就说奉献 奉献 奉献 就是证明 就能够看得出 你 这个人对神 的爱是怎么样 OK 所以 有些牧师 他一辈子都讲奉献 因为他知道 这个就是那个根基 走这条道路 没有奉献 再讲台不讲奉献 就没有东西讲了 没有东西讲了 我也没有话 跟你讲 所以 耶稣来到 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告诉我们说 凡跟从他 就要背起十字架 跟从他 没有背十字架 跟从他 不配做他的门徒 所以今天 我们愿意跟从耶稣 我们也愿意背十字架 我们愿意背十字架 这样我们也愿意牺牲 为主舍命 为主奉献 那么当我们讲 奉献的时候 就要问大家 一些问题 如果每个月 哪块钱 5块钱 奉献比较会 请问 这是奉献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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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讲 不是 也是 你说 不是 你做得多不 我阿公没两头 你说 我的5块钱是假的 不是奉献 我这样子给的去 我不是 OK 那么 什么是奉献 是不是说 我这个月不够钱 不要奉献 凯献 好 赞你赞你 还是说 不要奉献是 没有我喜欢的时候 我就给 我喜欢的时候 我不喜欢就 不要给 可以吗 但是我们 不能论断这个人 因为他的确有什么心情 考的时候他给 我不可以说他没有奉献 但是我们真的是问自己的良心 这个真是奉献 真正的奉献 这个也算是奉献 但是上帝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完全的奉献 完全的奉献 奉献每个人都可以 小孩子都可以 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奉献 不爱神的人也可以 不认识耶稣是谁的也是可以 然后我们曾经为了事工 去找人家赞助 要一些钱 那么 讲了一大堆 这个人就告诉你说 你说讲的东西我完全没有 没有兴趣 你告诉我你要多少钱 哇 哇 我们是要筹钱来做善事 他这样回来 他愿意出钱 我愿意出多少钱 这样可以啊 不知道 有这样的奉献人 那你啊不难 你不难 OK 也是哪 好没有办法 给我们就是为了做善事 所以 所以基督教真的是 做了很多的三世 太孤儿院 老人院 OK 那么讲到完全的奉献 什么是完全奉献 是不是呢 现在你把外面的车 摸过全部卖到完 然后呢 奉献你 奉献给教会 是不是叫做完全的奉献 还是你回去把你三 三层楼的屋子卖掉 然后奉献给教会 才叫做完全的奉献 不是 这里讲到完全的奉献 其实很简单 只是说 把你最爱的 献给上帝 你最爱的是什么 思想看 你最爱的是什么 没有 跟我讲 钱 孩子 有啦总是有 有一些人爱罪 不是爱 不是爱钱的问题 罪的问题 OK 那么我们要把 我们最爱的献给神 因为神是看到的 你怎样爱他 你只要奉献给他 就是你把你最好的 最爱的 献给他 比如说 钱 很简单 然后钱 就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哦 我们也是看重的 给政府也是要看重钱的 你不要说我信了耶稣 你不要骗 不是啦 你还要看得好好吧 因为神要我们成为 钱管家 很多人他们懂得奉献十分之一 很重心的 他有一千块 他可以拿一百块 甚至他有时候拿两百块 但是其他的八百块 九百块 他乱乱用的 我们来 怪不得这样的人 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神不是要你的 十分之一 他要你成为一千块的管家 所以你要好好掌管你的钱 看重他 要随便用 该用之用 该奉献的就 就奉献 所以呢 其余的钱 你都要好好的掌管 用你的智慧去用 要不然有一天上帝审判 我给你这样五千块的薪水 你这样用 你到时你不要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给你十分之一要好多把 我世界 应该是我自己做主了 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 上帝要问你 你怎么要用 而且还有包括你的时间 你平时 花时间在那里 OK 来我们来看一个 人物 这个人物呢 是 亚布拉罕 他不但只是奉献 他完全的奉献 其实神的心意 不是要我们奉献钱 他要我们完全 我们来打开 创世纪 创世纪第22章 一节到第2节 创世纪 22章 第1到2节 有吗 创世纪 第1本书了 记得你读圣经啊 他只是读创世纪 有些人读创世纪 他出不了埃及 出不了埃及 出不了埃及 读来读纪是创世纪的 出不了埃及 新月讲什么 中月讲什么 还不到 全知道 OK 我们来看 第22章 第1节 这次以后 神要试验 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然后 他说 我在 这里 第2节 神说 你带着 你的儿子 这是你读 的儿子 你所爱的 上 往摩利 亚地去 在我所指示的 指示你的身上 把他 献为 房祭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神 要试验亚伯拉罕 然后他呼召亚伯拉罕 OK 然后他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要把你的 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最爱的那一个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 把他献给我 所以呢 你看 弟兄姐妹 奉献 是 神的护照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当时呢 这里讲到 这世以后 什么是这世以后 第1节 就是说 亚伯拉罕 有了孩子 过后 而且孩子都 10多岁了 是什么10多岁了 亚伯拉罕有了孩子 过后 他没有说 马上 他把他献给上帝 没有 是上帝主动的 去找亚伯拉罕 告诉他说 你要把你最爱的孩子 献给你 所以 奉献他是一个 古招 是一个古招 OK 换句话说 这个古招呢 是 可以说是上帝的 邀请 上帝 呼召他 奉献 也就是说 上帝 要求他 奉献 上帝 呼召我们奉献 上帝也要求 我们奉献 那么圣经怎样说呢 我们来看 第二节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你的 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 上帝指定 要 以上 并不是 要把他献上榴莲 香蕉 西瓜 不是其他的 他要 你最爱的那一个 以上 把他献给 所以 神呼召我们 的奉献 不是随便的奉献 是要我们所爱的 来奉献给他 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 在奉献里面 完全的 上帝的心意 满足了上帝的心意 那我们来看 亚伯拉罕他怎样 回应上帝呢 亚伯拉罕说 神啊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那我在这里呢 在圣经里面 有特别的意义 以赛亚先知 神呼召他的时候 以赛亚说 神啊我在这里 起 参琴 摩西在身上也是 他看见 异象 然后神 跟他说话 摩西说 神啊我在这里 撒摩尔也是 在半夜睡觉的时候 听到上帝 叫的名 他说 我在这里 然后我在这里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说 一个人 毁定上帝的呼召 他 是预备自己 我在这里 就是说 我预备好了 神啊我预备好了 我要回应你 请你指示我 请你教我 你求你告诉我 你要我说些什么 我准备好了 我在这里 所以当上面呼召我们回应的时候 我们要对神说 主啊我在这里 我愿意奉献 我认识一位 姐妹 你叫他 侍奉 他可以侍奉 而且很用心侍奉 你知道做什么都可以 载你来 载你回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讲到 给 十一奉献的时候 他就一分钱都没给过 他从 信主到现在 这样多年都没有给过 他也是他的问题 他一直在那边挣扎 请问这个人是不是 真正预备自己 来奉献 所以有时候我在这里讲台 讲到 不代表是奉献 我有一个月没有给奉献 所以我非常的谨慎 我每一个月 的奉献 不可以失败 只可以成功 要不然我怎样在这里 讲奉献 所以我比你们压力更大 所以呢 我们要预备自己 来奉献 不要以为说我们只是给 死分之一落 其他我们就可以 落落来 其实 上帝还要透过你去祝福 其他的人 去祝福其他的人 所以你 乱夸的那笔钱 等到你真的是看到人家的需要 去帮助的时候 哎呀 不够 没有能力去帮助他 如果这一次 我有能力帮助他 这个可能性的严重 就是因为 我没有准备好 我真的是遇到这个情况 那个姐妹真的是没有钱 我身上的钱也不多 我给了他 我没有 我给了他 真的没有 为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预备好 预备不好 但是我照理 照帮助他 我没有钱回来 建国 没有钱回来冰城 帮助他没有钱回来冰城 没有一个星期 没有钱用 我头痛 但是上帝知道我的问题 我打多少钱帮助这个姐妹 上帝十几倍 帮助 我没有告诉人家 人家自动给我 十几倍 我告诉我 如果给他 几块的话 多少钱 给的太少了 给的太少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那么 神 神说的吗 我们看 这事以后 神要 誓愿养不老汉 神要考验他 我们人最怕的 是考验 最怕是考验 我在读书的时候 也很怕好事的 但是 老师总是安慰我们说 你放心 我考你们的 是考你会的 不是考你不会的 神要考验你 是考你会的 不可能上帝呢 半夜三更 突然告诉我 说阿孙啊 我要考你 给你打我 不可能不会的话 就不害我 上帝考我们是考我们会的 上帝考我们是因为他要你 胜过 然后祝福领导你 魔鬼试探你 就是要你 陷入捆绑中 陷入罪中 陷入咒诅里面 这是魔鬼的试探 但上帝的考验 临到我们 就是叫我们得到 福气 你得前书 第1章季节 怎么到 我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显得 比金子 更宝贵 经过考验的信心 在上帝的眼中 是宝贵的 当考验来到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考验 比金 还要宝贵 上帝纪念你这次的考验 知道我们 亚不拉 他胜过的这个考验 你胜过了没有 告诉你旁边人胜过了没有 问他 胜过了没有 过了没有 所以上帝呢 考验 我们的确是可以胜过的 我们真的是能够胜过的 我们真的是能够胜过的 那第1节讲到这世以后 也就是说 亚不拉罕之前 他没有孩子 但是他 这世以后 他有了孩子 而且10多岁 他的确很实际的 经历了上帝的功力 他没有孩子 100岁都没有孩子 全部有 什么都全部都有 就是没有孩子 回来100岁 人家可能比较凶 但是有 有很多孩子 哇他几羡目 所以他的确经历了上帝的供应 所以我们今天上帝的祝福啊 上帝的供应 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考虑 但是这个考虑是要叫我们得到祝福 不是叫我们失败 可能现在你真的面对经济的 挣扎 事业的挣扎 讲连的挣扎 病痛的挣扎 但是不要紧 上帝看到 上帝看到 上帝不是住在 远远的山洞 然后躲在里面 也看不到不是 他无所不在 Amen Amen 那么 我们再来看 那 上帝要求 亚伯罕说 把你独生的儿子 唯一的叛望 独生的只是你唯一的叛望 你所爱的 献他 把他献为反计 什么献为反计 什么是叫做献为反计呢 是把他 打了 然后又 烧进他 完全的分别为神 归向给神 我们的奉献 就是要这样子 完全的 奉献给上帝 没有其他的 目的 没有说 神啊 你烧了 我烧一半 给你 我才给你 那是狗吧 不是这样子 上帝要的是全部 奉献 就是单单的奉献 单纯的奉献 没有其他的目的 我们今天奉献的是钱财 亚伯拉罕奉献的是他的 独生子 但是他会愿意 遵行上帝 我们来看 奉献 的预备 奉献就是要预备 我们看亚伯拉罕 怎样预备 要帮他清早起来 清早 也就是说呢 他半夜 或者是 夜间 夜间他听到上帝 跟他怎么说话 所以他清早 就起来了 当神叫到 啊 献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他清早就起来准备了 带着女 两个仆人 而且呢 还拼好了 这个 繁迹的财 木财 哇 神要他去的地方 而且呢 要走 三天的路 三天的路 清早起来 可见他并没有考虑 只是 默默的遵循 而且他预备的东西 是要走 三天路的东西 其实 亚伯拉罕 可以去到 可以拿那个 啊 葡萄 葡萄 就是去到这个山上 葡萄 葡萄 去到山上 去到那里才坎 不需要在这里 坎了 然后呢 才带去嘛 需要这样子吗 坎遍遍的 准备的木材 才带 还要走三天的路 不如去那边才 去到那边山上 才找那些木材 不是更好 但是他就是 亚伯拉罕 他就是 怕呢 去到那里 没有木材 所以他运行 准备好了 准备好去了 那么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 举步远远的 看见 那地方 亚伯拉罕就对他 仆人说什么呢 你们 和驴 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 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 你们这里来 他远远看到 那地方 他就转向 跟他仆人说 你们在这里等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怕他 仆人 阻止他 献以撒 亚伯拉罕 现在是以撒 人来的 不是寄屋 他不是 自己的孩子 可能他仆人会 一个拉他左手 一个拉他右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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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很谨慎 任何 东西 阻止他 不能够 完成这个 奉献的任务 他都把他放在三架 在那里等候 我们基督徒也要如此 任何使到我们 不能够 奉献与上帝 不完全能够 任何使我们 在奉献上不完全的 我们都要 放下 无论是你的 工作 或者是你的家 你总要想办法 想办法 求上帝帮助 你就会看到 上帝怎样 引导 上帝要祝福 我们来看第 六节 亚伯拉罕 把环境的财 放在他儿子 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 拿着火 与刀 于是 二人同行 第七节 以撒对他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啊 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与 财都有了 但环境的羊 刀在哪里呢 以撒开始 怀疑了 诶 怎么父亲这次 献祭不带羊羔 开始怀疑 所以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在以撒还小的时候 他就已经教他 献祭那件事情 奉献这件事情 奉献这件事情 所以以撒 他小小就亲眼看 就看 看他的爸爸 怎样奉献 上帝 怎样遵行上帝的话 所以这一次 当他与他爸爸同行 要去献祭 怎么奇怪 爸爸这一次 没有 没有把羊羔带来 那么我们看 第 第8节 亚伯拉罕说 我儿 神必自己 预备 做环境的羊羔 于是恶人同行 亚伯拉罕怎样回应他孩子 他说 他没有说 孩子 他没有 他没有 他跟他的孩子说 神必预备 神必自己预备 他教导了孩子 神必预备 你要像我这样子的贡献 不要怕 他很贡献 所以弟兄姐妹 你的孩子 爱不爱神 对上帝 有没有完全的奉献 这完全是靠 父母亲的影响 亚伯拉罕能够影响他的孩子 我们也要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把我的青少年我的孩子 交给 牧师 牧师就搞得到 你的孩子 这种孩子很不可能 父母亲是最好的见证 然后影响他 如果亚伯拉罕 那时候 也 一百多岁了 然后百多岁 到百多岁还走这样远的路 这是为了 奉献 那么我们看 奉献其实是一家人的事情 不是个人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要教你的孩子 以上这时候是十多岁了 至少有十五六岁 十五六岁的人 能不能够打以百多岁的人 没问题 爸爸我不要 我不要睡 我自己不要 我们看起来不然是很伟大 我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 其实他孩子也不差 他孩子愿意 牺牲自己的生命 信给上帝 你要不要你愿意奉献 我不要 错了 不然 失去的是孩子 以撒失去也是自己那一条 宝费的生命 若不是他愿意 这个事情不能够整理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但只是 要把后见献给上帝 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要像以撒那样子 完全献给上帝 好 阿们 那么 你看 亚伯拉罕他 愿意付上代价 付上什么代价 我们来看 那 当神 呼召了布拉罕的时候 亚伯拉罕说 主啊 我在这里 我爱你 我愿意付上代价 你叫我做什么 我愿意 转过来 他的孩子叫 爸爸 老爸说什么 我的 我在这里 两个我在这里冲突了 亚伯拉罕回应神说我在这里因为我爱神 孩子叫我 我说我在这里 因为我爱我的孩子 我们充满着爱 充满着爱 所以两个爱 在疫情的时候 就要做出选择 就要做出选择 那有些人都能会误会 我的母亲也是会误会 会误会 有些基督徒也会 这样子讲 我不应该爱我的 身边的人多一点 我应该专专爱神 要躲 其实是错的 其实是错的 亚伯拉罕他爱神 爱 他爱孩子也爱 但是他把他爱孩子的爱 献给 上帝 当他选择 爱神的时候 并不是说他不爱了孩子 并不是说他不爱了孩子 他爱了孩子 但他愿意用他爱孩子的爱 献给上帝 所以你爱神 你很爱神不代表你不爱你神 弟兄姐妹 所以一个完全的奉献 就是这样子 把我们最爱的 奉献给上帝 接下来我们看 亚伯拉罕他愿意付上奉献的代价 奉献 就是要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神叫亚伯拉罕 跟亚伯拉罕说 你把你的孩子 你独一的孩子 唯一的看法 你所爱的 信你我 亚伯拉罕可能在那里算 我这个代价 太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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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愿意奉献 我也愿意 不计算代价 奉献给上帝 我计算代价 但是我又不计算代价 奉献给上帝 所以奉献你要好好的算 我要付上这个代价 我所看重的 献给上帝 献给上帝 这就是上帝的信仪 所以呢 看 我们再看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住坛 而且把财 排好了 排好了 捆绑在他儿子 以上 然后放在坛的财上 亚伯拉罕就 拿 神所拿刀 要上他的孩子 要上他的儿子 那我们先看上面 这里讲 我们到了 那个地方 谁所指示的地方 然后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住坛 做一个祭坛 来献祭 以前的祭坛 是在用石头 亚伯拉罕在用石头 亚伯拉罕已经 百多岁了 一百十多岁了 至少 他并没有叫他的孩子 以下 不找鬼鬼 帮忙 找这个石头 来建这个 祭坛 不要献祭 没有 他亲手 自己去做 他自己也是有仆人 但是他这个仆人在那边等 他没有说 仆人你帮忙啊 帮忙 没有 他自己去做 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亚伯拉罕的奉献 是要自己祭坛 今天你的我的奉献 不需要 不需要 做一个石头 来奉献 因为有耶稣为我们死在 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的奉献应该比亚伯拉罕更加完全 他为了奉献 他为了奉献 走到上天的路 还要踏上那个山 还要找石头 还要砍柴 哇 才能够奉献 但是我们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很蒙上帝的大人 我们蒙上帝的大人 我们不用 做这样麻烦的事情 只要相信神 就用我们 所得来的奉献给他 上帝就 已经领受了 上帝已经看到 上帝已经纪念了 亚伯拉 以撒 他愿意 被 捆绑 献为 把自己献给上帝 所以当你开口说 我是信耶稣人 也就是说 你的那一刻已经决定奉献给上帝 你已经像以上样子被绑着 你是属于上帝的人 你也不属于自己了 也不属于亚伯拉罕你的爸爸 也不属于魔人 你是完全属于上帝 所以我们不要埋怨 不要埋怨 有时候跟利益有冲突的事情 我们就不做 跟罪有关系 我们就不要做 分别出来 我们是属于上帝 什么是奉献 亚伯拉罕 就拿起刀 奉献就是拿刀 找到你 看下去 不要可怜你自己 不要爱心你自己 看看奉献 谁他明白 他只经历过 嘎嘎 他说 常常见到 多疼 多疼吗 疼 你的奉献都不能够动到你的心啊 你怎样动到上帝的心 你奉献的时候 那个钱你是看中的 可以动到你的心的 你把它拿出来 哇 你自己受感动 上帝受感动 上帝 因为这件事情 祝福你的时候 为你开座的时候 哇 你更加的感动 永远 都记住这件事情 亚伯拉罕 这件事情 纪念到 耶稣基督在来 永远 写在圣经里面 因为他 这样子奉献你上面 纪念到永远 今天我们奉献你要像他这样子 耶稣基督从听上呼叫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 我在这里 听你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 不可害他 现在 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这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 付给 留下 不给我 什么是奉献 不是你给了个百万 奉献了很多 不是 是你为你自己 留下了多少 如果你毫无保留的 毫无保留 献上给上帝 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 东西 就是单单的奉献给上帝 你这个奉献在上帝里面 就是完全 如果你为自己 去 说了很多 留了很多 在上帝里面 你还不够完全 还不够完全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 要把自己完全的现场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一切 献给上帝 上帝被在你的身上掌管 亚伯拉罕 其他的时候 要杀了 天使出来的 出现 在那时候你不可以 动你的孩子 天使 你的奉献跟天使有什么关系 你每家的时候你挑战你的 每个人都有天使啊 是你什么 我好不够 天使能看到 原来我们奉献的时候啊 天上死者 万王之王 还有 众天君 天使 看着你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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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边敬拜祝 哇 哈利路亚 哇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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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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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都流到地上了 哇 哇 上帝很感动 哎呦 我的孩子 好爱我 好敬拜 我在这里敬拜我 天使啊 我们全部来看啊 我现在是最高潮的时候啊 我的孩子要奉献啊 看来看来看 咖啡 哇 然后上帝一想 回去回去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Let's start let's start Let's start 再来 上帝看着我们的奉献 这种姐妹 天使都知道我们有奉献 上帝爱我们 所以祂要我们奉献 祂爱我们 情人 一对情人 当他的男朋友送一束花给他的时候 那女人就很看重 虽然只是一朵花吧 代表一星亿亿 不用一百多还是九十九朵 一朵花都可以 我很看重 我很看重 你买给你妈妈吃 你妈妈也看在心里面 我很看重 因为我爱 所以你要奉献 你要奉献上帝爱 看重你的奉献 别人会给你比较 但是上帝没有 上帝看重 上帝看重你的奉献 有时候甚至你自己都不看重你自己的奉献 所以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什么是敬畏 敬畏就是去怕上帝 去怕 亚伯他除了爱神之外 他怕上帝 上帝叫他献与上 他一句话都不断讲 他也没有跟他妻子讲 跟他妻子讲一定不得了 他的妻子一定是反对 哇你要保的孩子 献你上帝啊 你知道吗 你活了一百岁才有一个孩子啊 人家十六岁做错尸体就已经还有孩子了 你一百岁才有一个孩子 就要先给上帝 要不然敬畏神 他怕什么 他怕说 我没有把我最爱的先给上帝 上帝会不喜悦 上帝会不喜悦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净土 他在奉献 不但没有完全 他甚至没有奉献 没有去怕神 没有敬畏神 无法无法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要存敬畏神 我们看 亚伯拉罕 举目观看 不料 哇 有一只公羊 两脚扣在 周密的小书中 亚伯拉罕就娶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反击 代替他的儿子 不料 在圣经里面 同色不料 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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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还有一种凡事 看啊 神为我一杯 看 当你以为你把你最爱的 奉献给上帝 你以为没有信话 完了 我放这给上帝 不料 就在这个时候 上帝为你一杯 已经在那里 你看到 于是 亚伯拉罕就给的地方 你叫什么呢 耶路华赢了 耶路华 供应者 耶路华为我们预备 耶路华赢了 这句话不简单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开口说 耶路华赢了 唯有亚伯拉罕 真的是有这个资格说 耶路华赢了 因为他把最爱的 是献给上帝 他并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 神竟然为他预备 所以他很高兴 哇 你看啊 神真的是 耶路华赢了 为我预备 他有资格说这句话 为他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所以这种姐妹 我们也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愿意付上代价 所以亚伯拉罕是怎样 纪念 这个山叫做耶路华的山 必有预备 所以 亚伯拉罕这一次的奉献 使到 他身边的人 跟他住在一起的人 都认识这位神 这座山叫做耶路华 必预备 不认识神的人也听过 也知道这座叫做耶路华预备 必预备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影响其他人 当人家看到 阿孙那时候 哇阿孙啊 你就是也有预备 看得不像看得怕酸 哇 亚伯拉他就是这样子 他的生命 影响了很多人 曾经得罪他的人 都跟他利约 要跟他和好 跟他利约的人说什么 哦亚伯拉罕 你的神啊 真的是 在你凡事所做 他都 有你同在 他们都怕亚伯拉罕 因为他们曾经 曾经得罪亚伯拉罕 跟亚伯拉罕的利约 哇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也要如此 奉献 跟盟主 奉献当然是盟主了 可是不能讲 我们来看 他讲盟主 亚伯拉罕的死者 第二次从天上 呼叫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说 你这行的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算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 启示说 论福 我便是大福音 论子孙 我便叫你的子孙 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 海边的烧 你子孙 便得着仇敌的成文 并且地上万佛 都便因你的后语得福 因为你听从我的话 他得了什么福 我们来看 看回去 因着他的奉献 神不得不指着自己 启示 为什么神要指着自己 启示 因为没有人 比神更大 所以 只有他最大 所以神指着自己 法师 我要祝福你 你知道吗 我们的奉献 真的能够咬动上帝的心 上面启示说 法师说 要祝福给你 在这里有没有 他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 上帝跟他说话 我行 我只得自己 发誓 我不得 不赐福于你 哇 要不要这样子 要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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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当你愿意封献的时候 上帝真的是 启示说 要 要吃 但是现在 上帝 问你不行 启示了 在救命的时候 耶稣 他怎么来 所以 上帝一直宣告 宣告 宣告祝福 信起先知 告诉他们说我要祝福他们 然后救他们 过离埃及 用话 宣告 但是在新音乐的时候 我们 基督徒讲得到祝福 怎样得到 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哦 不是口讲 是已经付了代价 是为了祝福你 所以你不得不蒙福啊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不复活了 已经为你受苦受羞辱了 你不得 不被蒙福 你不得 罪不得到赦免 你罪一定得到赦免 你一定得到上帝八千个应许 在你的生命中 耶稣 上帝 付上的重大的在家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让你得到自负 他不是用口说 他已经牺牲了他 无声的儿子 所以告诉你旁边边说 你们大福 你们大福 你的子孙并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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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怕啊 有谁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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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讲到 论子孙并躲起来 因为天上帝跟你讲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哎呦主啊 我怕我怕这样躲起来 一枝枝了 会不会这样子 那这里讲到子孙躲起来 他不只是讲到 树木上的问题 他是讲到 家庭蒙福 你要怎样子孙躲起来 除非你的家庭是一个 有上帝同在 有平安 有上帝的供应 有上帝的医治 一个美满的家庭 才会子孙躲起来 是不是 所以上帝说他要 祝福你 使你子孙躲起来的时候 这时候上帝啊 他要为你的家庭预备 为你的事业预备 为你的孩子预备 为你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预备 这是能大佛 所以上帝何等的爱我 这是因为什么呢 那 他说 呃 因 你遵行了我的话 听从了我的话 因为了不拉半 他这一次听从了什么话 那这些子孙 不是讲到 呃 讲到他的子孙而已 主要是预言说 必有一个 后遗出来 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实在是实际上 原来这个奉献跟旧婚有关系 如果这一次 要不然失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啊 这个是上帝 设立耶稣来到世上 拯救世人其中一个奉献的计划 所以在旧月中 你看到很多祭坛 哇 这里是献祭那里献祭 然后要自己做一个祭坛 来献祭上帝 其实每一个祭坛 都是预表耶稣 死在死在上帝 所以他不是随随便便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不是随随便便奉献的 上帝不是随随便便 要叫他去一个地方 是有目的的 所以奉献是上帝的计划 的一部分 亚伯拉罕以下这个地方 就是所罗门 建圣殿的地方 所罗门建圣殿的这个地方 附近就是各个他 耶稣死在哪里 是已经一步一步的安排 我们每一次 吃圣饼和圣菜 不是哎呀主啊 我的罪要得到圣灵 不是这样子 当你拿起杯和饼的时候 也要想到耶稣基督再来 要与你一起 吃这个饼和圣饼 有一天他要见你这个人 要见你 要见你 那你的子孙呢 讲到你子孙并得着 要仇敌的城门 仇敌 一切与他为敌的 不但要跟他和好 而且甚至要被表 不然他得着他们 得着他们 那么在属灵方面 奉献是有属灵的意义的 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 在属灵上你得胜 你得胜的仇敌 魔鬼就是要你 抱着你的钱 与你 就是要你跟你的钱一同去灭亡 他就是要你被钱捆绑 使你不敢奉献 然后最后你走向内偶 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就 他就在英国讲到 他讲到奉献 讲到代价 他讲到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代价 投资在哪里呢 所以他就讲这个比喻 当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刚好英国女王 维多利亚经过 就停在那里 那这个牧师就说 我今天要拍卖一个人生命 一个人生命 你们当中有谁 愿意出最高的价值 我就把它卖给你们 全部就进进来 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这个牧师就说 我听到 我会说 我会说什么 我愿意把世上的荣活富贵 一切最好的 来买这个人生命 死后他要跟我一起相依 我愿意付上世上一切的代价 突然间 这个牧师就说 我听到一声说 耶稣说 我愿意从天上下来 受人的羞辱 受人的鞭打 手上愿意被钉痕 我愿意死 我愿意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 买这个人 然后这个牧师就问这个英国女王说 你愿意谁成为你的主人呢 这个英国女王就说 我愿意耶稣成为我的主人 就是你愿意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 你把你的代价放在哪里 你把你生命中的贡献的时间 金钱也好 放在哪里 你要好好思考 因为魔鬼他会用很多的 诱惑 世上的荣华付费 他也会付上代价 但是为了得到我们的灵魂 跟他一起灭亡 所以我们要做明知的选择 如果我们在贡献不完全 我们在属灵上面也失败了 有时候你会跌倒 有时候你会退缩 有时候你因着 得不到上帝祝福 一时冲动做错的事情 没有得回头 所以我们要思考 我们生命要怎么样过活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